喜欢收藏绘本故事书的周佩钦 将毕生珍藏的500多本世界各国的绘本 捐给了花莲锅子旧音乐馆第四馆 并且作为推广阅读的基地 同时在花莲县文化局的支持之下 成为了旧巷故事馆的阅读空间 而这里集结了2000多本的故事绘本 未来也将会下乡来巡回 让更多的人来分享阅读的乐趣 来到郭子旧音乐馆第四馆会惊喜的发现 居然有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珍贵故事绘本 这些是周佩钦女士的毕生收藏 她也特别把这些珍贵的绘本捐给花莲县 要让更多人来分享阅读的乐趣 因为周佩钦女士她捐了这些500多本的绘本 所以我们将这些精彩的绘本 要给我们花莲县的孩子们 因为她自己本身也是惠本老师 所以她将多年的收藏 全数捐给郭子旧基金会 惠本的种类很多 有来自日本 欧洲 美国 在现场的惠本种非常的多 那我们希望来自不一样国家的惠本 能够呈现出当时惠者的那个心情 我们希望除了我们有这样子的故事妈妈 还有我们现场这样子布置的氛围 我们希望在未来 绘本让更多的孩子走进来 郭子旧文化馆 我们旧像故事的这个故事屋里面 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绘本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故事车 将来有故事车 也可以去到偏乡 精彩的讲这些惠本的故事 目前郭子旧音乐馆第四馆 已经募集了两千多本精彩的故事惠本 并且在文化部和华联仙文化局的支持下 成为了旧像故事馆阅读空间 未来还将透过阅读行动车 下乡巡回展出 让偏乡地区的民众 也有机会可以阅读这些珍贵的惠本 共同来享受阅读的乐趣 这里会欢迎市报导